Hello 大家好 我是奶奶爸 今天我又收到了一个小的包裹 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的风扇 是电脑的CPU上用的一个风扇 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呢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有一台就是 就是比较 一直在用的笔记本电脑 老的笔记本电脑 虽然说这台电脑 已经是相对于现在i7 i8 这些电脑来说是已经老了 但是它实际上一般用起来 这台电脑就是用来游览 网页 那么做一些简单的文书工作 还是缩缩有余的 那么另外我还保留着这台电脑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些接口 它还带一个CD网 因为现在的新的电脑 基本上它的接口越来越趋于简单 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接口 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一张CD要读 那么你就非常麻烦在新的电脑上 所以我就认为家里面至少要保留一台老电脑 还是有这个必要 但是这台电脑呢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前两天用的时候 前段时间用的时候 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就 用着用着就死机了 或者说就重新重启 那么最后呢 研究了半天 发觉是CPU上面的一个那个风扇 就是这个风扇 这个风扇可能突然间坏了 那么造成就是说 CPU 因为没有风扇在散热 所以CPU就过热 overheated overheated以后 它本身那个电脑主板上的 BIOS的那个系统 就自动把这个就是电脑给关系了 因为为了保护CPU 所以不要被烧坏了 那么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这个风扇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试着这台电脑的风扇给它换下来 看看能不能解决 这台电脑目前总是自动重启 总是自动关系的这个问题 好的 那现在就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自换这个风扇的整个的过程 2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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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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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